原住民正名运动 今天正好满30年 而瑞穗香公所特别办理供 54笔的原住民保留班状典礼 能在原民日前 拿回祖先的土地 族人们都深感荣耀 在原住民族日的前夕 顺利拿回祖先开墾的土地 族人们都深感荣耀且开心 本来就是我们的宝地 可以轮到今天 从申办到取得土地所有权壮 每个族人平均都花上了十多年的等待 如今终于顺利拿回祖先的土地 各个世纪开心又激动 听到现在那么老了 好了 我们当然要高兴接受这个 瑞穗香公所今天上午原定的 原住民族日庆祝活动 虽然因为台风顺延 不过原宝地颁壮典礼没有顺言如期举办 现场除了各部落头目 乡代表以及各村村长之外 县政府人员以及立委政天才 也特别到场颁发 除了肯定公所团队的努力 立委政天才也特别指出 今天正式原住民族正名 还我土地运动满三十年的日子 取得原宝地壮亦亦非凡 投票第一次表结差一票 然后国大代表要求重新表结 要再一次表结 后来多一票通过 所以在这边也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潜意的争取 因为大家比较听到的是体制外的 政策要落实还是要体制内 就像大家很多争取什么潜意 真正要通过还是要在立马院 以现在的立马院来通过 立委政天才感谢前任重述 乡长吴万德则是其勉族人 好好珍惜并善用祖先 所留下来的土地 我们在今天的班状仪式 还是要我们的族人 珍惜这块土地 乡长恭贺取得元宝地所有权壮的族人 同时也将带领公所圆明客 持续推动办理原住民族保留地增花边等相关作业 落实原住民土地转型整议 记者是玉兰 热水采访报道 谢谢